好的來我們來看一下 接著我們要來看的是第五題 這題目也出得很漂亮 為什麼呢 他說2009×2011×2013×2015 然後呢 再加16 與下列哪一個數相等 各位 好那你注意看他並沒有要你算出來 但他是問你是哪一個數的平方啊 哪一個數完全平方 欸這很明顯在考你跟懲罰公式有關嘛 對不對 你看到這題目你不會想操作懲罰公式嗎 為什麼你要想到懲罰公式 聽老師提供一個方法你有沒有發覺他有對稱的概念 對不對他全部都是對稱概念嘛 我第一個想到就是他跟2012這邊 成對稱是什麼 他可以寫成這樣子啊 他這裡叫做什麼叫做2012-1嘛 然後這裡是2012加1嘛 那前面一個是2012 減3嘛 那再下一個叫做2012 加3嘛 好那最後加16 加16先照抄啊 照抄啊這沒有問題 好請問你 你有想到平方差公式嗎 至少這樣就讓我想到平方啦 對 好所以這裡一加乘一減 叫做 1平方 啊 怎樣呢 減b平方嘛 好這兩個也是一組嘛 這兩個一組 那以及這兩個一組嘛 這又叫做2012的平方 扣掉多少 3的平方就叫做9嘛 對不對 A平方減b平方嘛 然後再加16 似乎 答案呼之欲 為什麼 因為你再把它用分配率把它展開 這個叫做 這叫做2012的 四次方 然後呢 減9個2012平方 再減一個叫減 10個2012 的平方 最後在這裡怎樣呢 再加9 伏不得證嘛 加9又加16 答案就 加25 欸各位 你有看到一個特殊的數字嗎 25是完全平方 2012四次方也是完全平方 這不就剛好中間像就是兩倍的5乘以 2012的平方嗎 他根本就是在跟你講 他就是什麼 他就是 2012平方 減5的 完全平方嘛 對不對 A平方 對不對 B平方 減兩倍的這兩個相乘 答案就出來了啊 所以你現在 就把這裡算出來而已啊 現在就把這裡算出來就對了 OK 好 這樣子可以接受嗎 所以這裡算出來答案多少呢 天老師今天幫你算了 你真的把2012乘開 再去減5 就是裡面那個數字了 所以你算出來答案就是 404 怎樣呢 8139 所以404 8139 所以這題答案選豬 這題答案選豬 好這是一個漂亮的題目 這題答案選豬